dj 来 慢一点 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伤得这么重 还对你说那些让你伤心的话 我真的很蠢 不是因为你 是我自己还放不下 十年了 这十年来 我一直在这个狭窗的剑道上进退 离开剑道的生活是什么样 我想象不到 你 离开了剑道 我也是一片空白 但我可以陪你一起探索 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 出了一期比赛 我们还可以做什么 想想才发现 我的生活跟你一样苍白 是 我曾经跟很多队友到世界各地比赛 从来没有人跟我一起唱KTV 我曾经在冰天雪地的俄罗斯积雪 却没有人陪我看雪景 我好想带你去海边 我好想带你去海边 但是 不知道要不要让你穿比基尼 我发现其实我们好多事情可以一起冒险的 你越现了 永远 你什么 Ho arg 未来 不管你选择复剑 还是放弃击剑 无论是神仙眷侣 还是神雕侠侣 我都会陪在你身边的 还神雕侠侣 你以为我是一只雕啊 不管你选择哪一个 你都是我唯一的 谢谢 谢谢你留下来的 灯先生您好 这是您之前预订的限定门门幻书 请您收好 好的 谢谢 欢迎下次光临 什么东西啊 神神秘秘的 肯定是什么不良刊物 《无双》的漫画 里面还有发票 要看吗 谁要看你发票啊 给你 跟你开个玩笑 你真是一点幽默感都没有 你也不知道 白无双为什么喜欢你 不用你知道 不是 是不用我知道 反正我已经名画有主了 之前贝拉不小心 把无双弄伤了 没什么事吧 我替贝拉跟你们道个歉 反正傲胜很快 就会得到消息了 无双的手伤得不轻 很有可能不能再激见了 这么严重吗 那她肯定需要一个人 好好安慰她一下 她的安慰不用你费心 怎么不用我费心啊 你会安慰一个受伤的女孩子吗 我已经准备了限量版的漫画 里面有明信片 跟作者的签名照 这只要花点钱找人代购 这有什么难呢 心意无价 是啊 你的心意 是挺没有价值的 你是来跟我吵架的是吧 我就是给你一点建议 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 行坐 你想想啊 白乌双从全国冠军 一下子变成了路人甲 那心里面 肯定不是个滋味啊 再说了 她现在人生 遭遇了这么大的病 哪是一个 限量版漫画能搞定的事啊 不用你给我出馊主意 上回 我才刚被冷子峰摆了一刀 你怎么能拿我跟冷子峰那个二货相提并论呢 简直就是侮辱我的专业 什么专业 绍康中兴听说过没有 守护全世界的漂亮妹子 那是我的使命 怎么了 不信啊 跟我来 这边 邻居 邻居 邻居妹妹的小跟班 这边 辛坤夫妻的小日子窝 这边 这几本书和你的路子很合 买回去好好研究一下 一不小心爱上它 我看这些干嘛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拜托你不要老提比赛两个字好不好 你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千万不要在无双面前提比赛 你这不是在伤口上撒盐吗 你现在要做的呀 就是要带她看一下剑道之外的事情 来 你有没有以男朋友的身份 为她做过什么浪漫的事 除了这个呢 所以说啊 所有女人都希望自己的另一半 能为自己浪漫一次 不管是公主甜蜜似的 老夫老妻似的 写实不写实的 这都不重要 但重要的是 你要为她浪漫一次 你说你爸妈把你生得这么帅 你天天戴个面罩 多没意思啊 是不是 用你的霸道融化她的心 加油 走 这个饭包餐厅 看电影也要包影厅啊 干嘛不在家里吃饭看电视啊 奇怪 都交往了 连约会都没有过啊 新婚夫妻的小日子 世兄 你怎么在看这种书啊 一看就是无双师姐逼你看的 对不对 这本邻居妹妹的小跟班超好看的 对啊 女孩子都喜欢看的 女孩子都喜欢看 对啊 不过呢 生活中是很难遇到 这种霸道总裁的喽 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是 每个女生大概都会希望 有一个可爱小跟班 然后一直温暖你的心 打动你的心 照亮你的心 所以就算年纪轻不懂事 也无所谓 师兄 重点不是年纪轻也不是当总裁 是所有女生羡慕的目光啊 对啊 好好用功 加油 拜拜 拜拜 天哪 天极哥 嗯 一份牛肉炒饭 好的 天极哥 外面那个客人长得真漂亮 他可向我打天 今天的厨师是不是你啊 该不会第二春要降零了吧 你个臭小子真不会说话 你就不会说我手艺好人家慕名而来 不管怎样 你可别让他失望啊 趁现在外面客人不多 我先去仓库清点酱料 你先帮我招回下外场啊 顺便给你知道机会啊 我这儿就一个人我忙不过来 这臭小子 吃完了我去买他了 烧场 对不起 对不起 来来来来 我来我来我来 我来收拾 好好好 是买吃淡的不能放浆 我没有点汤啊 这汤啊是我们厨师招待的 说不好意思还让你久等了 谢谢 天蟹哥 天蟹哥 那个客人说是子风的教练 说想见见你跟你聊两句 该来就迟早回来 多不是办法 好 见见 嗯 就把师妹吓一跳 好 喂师父 是吧 少强 我找到小颜的儿子了 你说什么 师兄的儿子 你快点回来啊 我在金剑馆等你 唉 好好 好 你以为受不了 你以为受不了 好 好 天蟹 嗯 你看那小两口 我以为分个两个 去混个戏啊 没想到感情越来越好 对 看来咱俩这 请你去当地儿啊 唉 唉 唉 子风啊 啊 我听阿虎说 你最近在跟刘老师父学剑 学得怎么样 好啊 不能更好了 这祖师爷真不愧是祖师爷 有了他的指定 我就像是令狐冲 学会了独孤九剑 一口气横扫华山派 而且啊 大家都说 子风这次不止可以参加团体赛 个人赛也是很有指望的 嗯 但是我听说那个刘老师年纪 已经很大了 早就已经退休 他还有力气叫学生吗 我本来以为啊 一个头发花白了脑头能干什么 是不是连剑都拿不动了 结果 他用了三招 三招就把我给打趴下了 果然是高手在民间啊 他全盛时代一招制敌 还用得上三招啊 爸 你也认识祖师爷 刘老师父谁不认识啊 想当年一根拐杖 就把银行的劫匪给撂倒了 轰动全城 没想到祖师爷这么帅呢 我本来以为他就是一个 多愁善感的脑头呢 因为我每次练死亡华尔兹的时候 他都躲到一旁眼眶湿润你知道吗 搞得我都不知道该不该继续练啊 难得刘师父那么记住你 要不 我顿雨过霸王别激 再拿两瓶好酒 你给他带过去 算是孝敬你师父 行行行 对了再就是你训练的时候 你一定要认真 如果老人家脾气大骂你的话 乖乖听着千万别顶嘴 别辜负了你师祖的知语知恩 明白了吧 怎么觉得今天这么啰嗦呢 这不叫啰嗦 这叫关心 你们这几个小鬼啊 翅膀硬了 就嫌天娘乏了是吧 忘了我们把你们一把屎一把尿 拉扯大了啊 爸你今天怎么了 真是这么啰嗦啊 你再说一会儿把我媳妇 把把我媳妇吓跑了 谁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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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帽子 谁谁谁 怎么样 我这 不是这个也太约会了吧 姐 你本来就是去约会的 可是我每次都是穿的对服 或者基建服跟他见面 突然穿成这样 他会不会不适应啊 姐 你呢 现在就什么都别想了 好好的享受你们俩的二人时光 来个浪漫的约会 你觉得耳豪是浪漫的人啊 你去约会不就知道了吗 走走走走走 快去快去约会 你要好吧好吧 好吧 送给你的 我今天又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 你干嘛要送我花呀 你拿着这花走在我身边 大家就知道你已经名花有主了 这是一种策略 谢谢 来 外面了 来 我有那么弱不禁风吗 你是公主 当然要捧在掌心中 来 前一头 来 慢一点 慢慢的啊 算了 来 看看有什么喜欢的 你看这个 我看看我看看 怎么样 我觉得 不太适合 走吧 人都走远了 把手放开吧 好不容易牵到 我就不会那么容易放手 我吃虽然 顾客都跑尿起来 给我了 你看看 去哪里 海贼王 哇 情侣庄 来 给我 对 奇元 你 你 没了 我 我 来一份牛排套餐 跟鱼排套餐好了 就这样吧 好 好的 先生 干吗这样看我 我也想知道 有些人为什么要这样看你呢 那你看出什么原因了 今天的约会满意吗 你老实交代 你真的没有带女孩约过会 那你怎么知道 带我来这家商场 这个餐厅 那个 我是请绍康给我一点建议 咱们给他们的 Lay on the house 手带她说 走啊 来来来来 跟进来啊 不经意间的知己接触呢 会增进两个人的感情 适当的搞笑 会拉近两个人的距离 搞笑啊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刚开始觉得他是个蠢货 相处久了呢 就发觉他有很多 很多地方值得去学习的 先生 您点的菜已经准备好了 请二位用餐 走吧 谢谢 二位慢用 谢谢 开灯了 谢谢你啊 谢谢你带我体验生活里不一样的乐趣 让我的不安少了很多 我有个东西要送给你 惊喜 这什么啊 打开看就知道了 这不会是我之前跟你提过的那一本 限量漫画吧 所有女人啊都希望自己的另一半 能为自己浪漫一次 不管是公主甜蜜似的 老夫老妻似的 写实不解释的 这都不重要 但重要的是 你要为她浪漫一次 你说你爸妈把你生得这么帅 你天天戴个面罩多没意思啊 是不是 用你的霸道融合她的心 加油 你不喜欢吗 不是 我 我是已经脱带购买了 看吧看吧 被我说中了吧 但是你送给我的这一本 我更喜欢 休养这段时间 别想太多 就好好地做一个沉挚的女朋友 好吗 来 赶快吃 来 来来来来 慢点 来 谢谢 换我当你的服务生 来 请慢用 嗯 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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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很好吃啊 真的很好吃 来 是小颜 真的是小颜 你叫杨海英 那我师兄现在好吗 你们现在住哪里啊 我 我爸他 已经去世了 二十年前 二十年前 他眼睛受伤之后 被赶出了国家队 并带我流浪街头 拿灵孔正剑 一拿到钱之后 他就喝酒交出 最后 最后 肝硬化去世了 他临死之前 一直死抓着这个破洞的面朝不方 嘴里一直念着 是 对不起 小颜 你怎么那么傻啊 为什么你隔壮折磨 就是不愿意回来的 那你爸爸去世以后 你的生活怎么办 我爸去世以后 他在熟光队唯一的朋友 李哲秀收养了我 他也叫我学剑 但从来不告诉我我的神事 直到前几天 父亲祭日的时候 他酒喝多了才脱好出当年发生的事情 当年那时 我教你基建 不是为了让你代表别的国家 拿着剑指着自己人 我怎么会有你这种徒弟啊 你今天不给我一个交代 我就立即在此清理门户 免得传出去丢人 我妻子 上回了 他 死在产台上 当时医生问他 说保大人还是保孩子 他想都没想就说 保孩子 他明知道女儿有新天性心脏病 可是他丝毫都没有犹豫 我觉得我是个自私的男人 这些年来心里只有见到 为了我的事业 上回跟着我 从曙光队来到孟治队 他放弃了一切 放弃了自己的身份 他担心 如今他走了 我不能陪着他 我必须好好活下去 把我们的孩子养大成人 可是女儿的医药费 那真是我 挣一辈子我也 我也挣不出来的天价 就在这个时候 是无光队的教练找上门来 带着钱 我觉得这是老天赐给我女儿 唯一的机会 不管是什么愿意 在这个时候 你入了曙光队的阵营 你怎么对得起国家的灾陪 人民的期待啊 师父 我扬言就是入了曙光队 我也不可能做对不起 我们队伍的事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师父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您老请你们护吧 你这个傻孩子 你遇到这么大的困难 师父我帮不了你 只是我都无能了 我怎么能够 还忍心把你逐出师门呢 但是有一点你必须要清楚 由于你加入了曙光队 让你的师弟师妹们 他们的立场很为难呀 我明白 所以师父 我决定让这一鱼 从我手里拿走金牌 对 就让他替您 把我这个不孝的徒儿扫地出门 从此以后 你们和杨爷再也没有瓜葛 和我身上背负的败国贼的骂名 再也没有瓜葛 但我还是求你 这件事情 你一定要对阵宇保密 如果他知道 我从一开始 就完全没有想赢的心 我怕他会下不了这个烧 就让他打心眼里 恨我 吐气我吧 只要上了剑刀 他才能毫不犹豫 义无反顾地战胜我 这就是孩子最后的请求了 那你妹妹呢 你妹妹的病好些了没有 妹 妹妹虽然 你开始手术很顺利 但最后 还是心脏病复发 也 我现在是我们家 唯一的毒苗了 这些年 你很不容易 但是你放心 既然回来了 就安心待着 我和少强 会好好照顾你的 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不用客气 我要代替父亲 站上世界的无奈 这帮孩子 吃完了拍拍屁股就走 留下老子们收拾 太不像话了 你呀 你呀就别抱怨了 这虎子和紫辰不是你赶出去 让他们约会去的吗 小枫也是你赶出去的 说让他去训练 你得跟我抱怨谁呢 行行行 是我不好 下回我记得让他们收拾干净了再走 茶泡好了 下午全管没客吧 啥意思啊 现在知道感谢我了 当初要不是我冒着被你手撕的危险 让小枫去学剑哪会有今天啊 现在啊这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小枫也是刚过了 能进比赛场的门槛而已 以后的路还长着呢 你拉倒吧 你自己天下无敌 不知道凡人的艰辛 一般的人 如果想达到上场比赛的水平 那你退多少层皮呀 小枫这才学了不到一年 不错了 我要不是看好他的能力 也不会支持他血济剑 说得好听 当初刚知道那会儿 气得你差点犯下人伦惨剧 我可没听你赞成过啊 喝茶喝茶 等着瞧吧 小枫一定能给阳言带来荣耀 属于死亡华尔兹的时代 又回来了 请问一下你们 那个 喂 祖师爷 您好 您好 这个是我爸让我给您的 霸王别鸡汤 还有老酒 谢谢 谢谢 子枫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曙光队的杨海英 是我师兄杨岩的儿子 以后你们可以一起练剑 这位是冷子风 他自学学会了死亡华尔兹 以后你们多多交流 切磋 你就是杨岩的儿子 别用这种眼神看我 我知道我父亲是背叛国家的人 是你们最瞧不起的那种人 你误会了 杨岩是我最崇拜的运动员 不管他的为人如何 他的实力是有目共睹的 这种和我听多了 大家一听到我父亲是谁之后 要么对我就是赤裸裸的鄙视 要么就是表面装作若无其事 背地里处处防着我 别人是别人 我是我 我很期待和你一块儿联系 但我不想和你一块儿联系 赵振宇是我的仇人 我的父亲 我的家人 全都毁在他手上 我实在无法容认 仇人的学生和我成兄道弟 我更无法忍受 你们恬不知耻地用我父亲的绝招 教练 我知道你们为我好 但我宁可放弃学习死亡华尔兹 也不愿意和冷子风一起联系 就请当我没来过吧 海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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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千万不要多想 冷子风他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更何况他根本就不知道 过去发生的事情 抱歉呐 这孩子一定是吃过不少的苦 才会有这么重的防备心 子风 你帮我劝劝他好吗 年轻人只有放下仇恨 才能够继续前进 各位 我宣布一件事情 无双的肩膀受伤了 要退出这次比赛接受治疗 所以队长的位置先由公然带领 你们这都什么表情啊 怎么会这么严重啊 怎么会这么严重啊 你这得多长时间才能好啊 医生说别许一年 别许两年 但是我只想给自己半年时间 那 好 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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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 弯叔 赫叔 赫叔 来来来 我来帮你 我来帮你 你找阿虎啊 我不是来找阿虎的 我是来找您的 找我 找我干吗 赫叔 这杨妍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怎么突然问这个 我只是她的一个粉丝 那这样的话 您对她过去的事情 可了解吧 大家一说到她 都是她为了金钱 充满了自己的良心和祖国 她真的是卑鄙小人吗 那些都是胡说八道 我告诉你啊 你可千万别听他们胡说 是啊 我想也是啊 你说她要是卑鄙的话 那冉教练跟祖师爷 对她就不会那么伤心 那如果真的没有良心的话 那在比赛的时候 受伤的就是赵振宇了 可是杨妍 到底受了什么严重的伤 严重到让她退出箭坛 她具体受了什么伤 我也不清楚 也许受伤只是个借口 只有这样 她才能彻底 离开这个 她曾经深爱 又狠狠打击过她的基建权